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风尘秀吉,我是Yoshi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除了Bitcoin跟Ethereum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哪一个Cryptocurrency或是Crypto Project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值得投资或是觉得它有Future Potential的呢 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在这里跟大家share一下我自己本身的Portfolio 其中我认为除了Bitcoin跟Ethereum以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potential的一个Cryptocurrency 那再次在这边跟大家宣称一下这并不是一个Financial Advice 我只是在这边share大家我自己个人的投资 然后我自己个人研究这个Project 我真的觉得它应该是不错的一个Project 然后有potential的,然后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投资的话 请自己做自己的research哦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正题吧 在我们讨论那个Crypto Project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闻 因为这个新闻呢不仅仅是对整个Crypto Industry是一个boost 也是对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到的那个Project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那这个新闻呢基本上大致就在讲说 美国的联邦政府的下面的所谓的货币管理局呢 他们已经可以让银行去运用所谓的Stable Coin 就是Digital的Currency来作为他们一个Payment的使用 意思就是说之后以后的一些银行的Transfer 他们可以运用Stable Coin Stable Coin是什么呢 Stable Coin就是对美在美国的话 就是有一个Crypto Currency 它跟美金是1比1的 做比例是1比1 就是1美元对一个Stable Coin这样子的 一个Digital Currency的存在 那目前市面上的比较著名的就是有几个 叫USDC还有USDT还有一个叫DAI 这几个是比较目前市面上比较多的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目前比较盛行用的话 比较广泛 大家比较觉得leget的话 大概就是USDC跟DAI 那这两个Stable Coin呢 我估计也是可能之后 美国政府在准备进入Digital Currency的部分的时候呢 USDC可能就会以后被certify 变成美国美元的正式的一个Digital Currency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还是要等到美国官方那边发布消息 我们才会知道 but anyway 这个新闻呢 无外乎对整个Crypto Industry 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 那也在我之前的video有提到 跟这个人是很有相关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叫Brian Brooks 他是之前Coinbase的Legal Advisor 他是Coinbase的Chief Law Officer 他是之前Coinbase的Chief Law Officer 就是主要是提供他们有关任何法律相关的Advice 那但他后来离开了Coinbase加入了US Federal Control的Bunding Currency Control的这个Bureau 那现在他那当然也就是因为他的background 他个人是对Crypto Currency非常的支持 也是非常friendly 所以才会有提出这样像这样子的一个对Crypto Currency非常好的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那当然也要感谢他啦 所以 所以呢 那 这个news 这个news呢 接着呢 那接着在这个发表完 这个在US Bureau 这个Money Bureau 这个 那在发表 那在这个新闻一发表之后呢 JP Morgan马上就 发表他们的看法 然后就说Bitcoin可能到达14万 约14万6美金 就是146K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觉得 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刚刚颁发的这个法令呢 对银行来说 他们会可以有办法让更多人 adopt着Crypto Currency 那越来越多人愿意adopt的话呢 那对Bitcoin的价钱也一定越来越有帮助 所以呢 这个部分也就是 那这也就是之后的新闻就是 那天新闻一发表以后 整个Crypto Currency就开始往上走了 所以 这个 这个新闻不外乎 对整个Crypto Currency Industry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为什么我要先提到这些这几个新闻呢 就那就要 这几个新闻就要引领到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Crypto Project 就是Chain Link 就是像这样一个六角形的一个logo的这个Crypto Currency Chain Link 如果大家看一下Chain Link在 如果大家看一下Chain Link在目前的Crypto Industry的排行的话 它大概是第十名 然后它的Market Cap大概是 它的Market Cap大概是6.7B 它的Market Cap 目前的Market Cap 然后现在大概Trading在16块左右 对 所以 但是 你看 所以表示什么 这个Project它其实是已经算是蛮成熟的了 那但是 所以 它既然已经很成熟 像 大家同志都说 哇那是不是它就是比较没有 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进展空间 就是或是价钱来讲 它没有再高的升值空间 然后这个Project就之后没有再更多的进步的空间呢 其实不然 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觉得Chain Link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Long Term Investment 或是它是一个长远的 或是一个它是一个好的一个Project 为什么 因为 像刚刚听到的银行来讲 银行的话 我们知道 当我们在做一些国际的 国际的转账的时候 International Transfer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要跟银行拿什么 我们要跟银行拿一个叫Swift Code 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 对 那 为什么要拿这个Swift Code 这个Swift Code 主要就是control说 make sure说你今天转出去的钱 是准确的 是准确的转到 你想要转到 你讲要收件人的那个准确的到达 你要转给钱的人的那个人的账户里 所以基本上 这个Swift Code 它的目的就是在确认说 这个transaction是正确的 因为它里面所有的information 要把sender跟receiver 这两个人的information 它是要match 是要准确的了解说 这个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request跟sending的这个跟receiving那边的是的data是要一样 然后当然这个他们也牵涉到一定要secure 所以 所以的话呢 这个 这就是swift 这个就是swift的功能 它要确定说 send的人 想要send去的地方呢 是准 那个 那个information是正确的 然后收的人呢 他提供 收的人呢 他的information也是正确的 那这样才能准确的把寄的人要寄出去的address 跟收的人收的address match到 才能完成这个交易 所以这个里面的information是一定要是非常准确 而且非常secure的 这就是swift code的作用 那chain link在这边 他的帮助是什么呢 因为chain link它主要的 它主要的feature chain link它今天主要的feature就是 它可以连 它可以把offline 所谓的offline就是offgrid 就是不在线上的一些system 就是一些data information 跟online 跟ongrid 跟online的一些information 它把它做一个连结 简单来讲呢 就像什么 今天如果你公司 有一部分的data是存在你的电脑里面的 那当然今天 当然如果今天你要 你要把这个data上传 到比如说你的gmail里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透过internet 去把这个information上传到google的cloud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连接到网络嘛 连接到email里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跟一个digital currency 或是跟一个blockchain 做一个连结的时候 你需要透过一个intermediate 就是你需要透过一个中介 来去把你这个offline的data 然后transfer到线上的话 你是要透过一个东西 那chain link就是provide这个service 所以呢 为什么 那所以 为什么 所以那为什么说 chain link chain link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因为chain link 它基本上是based on oracle 其实大家如果 对industry一些熟悉的话 其实很多app或application呢 他们都是based on oracle 所以呢 chain link它的广泛性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 这就是为什么 当初 这个swift公司 他们在找合作的厂商的时候呢 他们会看到 看到chain link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就是他们 如果今天要跟blockchain technology 或是其他blockchain project 或是其他blockchain project 他们有要有所 中间如果有 想要做一些连结的话呢 chain link就会将它 也是他们的首选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当初会找chain link integrate 跟swift integrate在一起 那大家要知道 我们每天的银行 transfer 大概就是非常频繁嘛 那大家要知道 在2019年 就是一整年 帮swift的transfer international transfer 它已经达到了77 trillion 的in value 所以呢 如果chain link到时候 真的可以fully operate 这个帮跟swift partner 然后fully operate的话 它一年 可以transfer the value 是至少光这个partnership 它就已经可以transfer 77 trillion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的volume value是多大 所以chain link 是多么valuable 它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它真的后来可以被swift 广泛的来使用的话 它一年 就讲chain link 一年的业绩好了 它就可以做到77 trillion 所以为什么 我说chain link 它long term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potential的 因为目前swift可能还没有fully adoptchain link 它还没有完全的使用chain link 因为目前的blockchain project 跟其他的centralized的一些project来说 还是差很多 可是等到我们所谓的decentralized这些project 或者是一些blockchain越来越广泛被使用的时候 那swift它就要透过chain link 去connect那些blockchain的project的话 它就要用到chain link 那这个value我们可以上看77 trillion 所以这个是chain link的价值 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只是chain link 跟合作的其中一个project而已 我们再来讨论 这边chain link 其实他们跟paypal 上面号他们也有合作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paypal在去年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的宣布说 他们paypal的界面可以接受cryptocurrency 那同样的道理 他们paypal原本是自己是一个offline的系统 offgrid offline的系统 他们是自己一个paypal的系统 那他要怎么跟线上online这些blockchain做连接呢 chain link chain link就是它就是做一个intermediate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那当然大家要找合作 像这些大公司他们要找一个合作的对象的时候 他们要找一个至少有稍微有规模的 所以呢chain link在crypto industry已经很多阵子 那他有很多build up的track records 所以可以让大家去verify 所以呢为什么他们通常都会找chain link 那基本上chain link在这边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手去一致 所以如果你不找他的话 应该也找不到其他像他这样具有规模 而且已经有这么多approved project is ongoing 对所以呢 除了刚刚讲到的swift 那paypal 大家也能知道 paypal一年 他的value可以到多少 重点是我们那天有讲到paypal他他们的user大概有320个million 就是大概3亿多个active user在用paypal 所以如果paypal的user到最后都能广泛的应用到paypal的cryptocurrency的话 那chain link你要知道他在里面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chain link是长远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那再来呢 我们如果要再找更多其他的support reference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去chain link他们的official website看一下 其实chain link早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跟google cloud他们有partner了 google勾搭了吧 然后2019年他们也有跟oracle 然后2019年也有跟dapp 然后还有跟其他很多的不同的blockchain公司合作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complete list 在这边 可以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12月31号2020 他们已经有跟这么多不同的project都在合作了 那里面大部分你看不外乎有intel 这边intel 然后像我们刚讲的google 这些大公司都有 然后其中里面很多都是其他的blockchain technology的project 那所以要想想看 他除了跟目前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大 就前500大公司有很多大部分他都已经在合作以外 他还可以跟线内像这些自己crypto industry里面的很多公司合作 为什么 因为这些公司都需要透过他的technology来去跟其他的 像我们刚刚所称的offline的这些公司的system来做连接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接触到 你想只要是有关连接的东西 你基本上都需要用到chain link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chain link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所以你要知道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你这个公司这个project 它的currency的value要高的话 价钱要好的话 它表示它被运用到的程度一定是很高的 那所以它只要是广泛的被大家运用的话 那它的价值就会越高 所以呢 为什么我长远看好chain link就是这个因为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那如果对这个chain link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自己多做一些research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帮大家找的一些supporting的一些documents 那如果有更新的一些其他的information呢 也欢迎大家来提供我一些意见 然后帮我留言一下 然后看有什么地方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project 希望大家 大家希望能 我能帮大家去分析一下 然后或是是有我需要 想要我改进的地方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 请记得帮我分享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 优独播 我们ąd启 感谢观看